我从医院到这个职场 我才会觉得说 真的健康是要从小就奠定的 从小让他建立这样的一个饮食概念 那是什么样的是好优质的食物 只在家里面 它也可以去影响他的家人 下礼拜我们会开一个我们比赛的菜 就是会用到这个荷叶粉蒸肉 所以像这个就是干荷叶 那我们会去把它烫煮 然后蒸粉蒸肉的时候 它就会有荷叶的香气 西纸秀风国小的注点营养师杨瑞萍 坚持周周换菜单 营养午餐二十年来变化多端 就连青椒洋葱 这种小朋友最排斥的食物 再经过他的调理 小朋友也愿意吃下肚 十二点准准时拿这样 十二点准准时拿这样 有招费老师话 学校的餐好不好吃 比较好吃 比较好吃 我精彩了 有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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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空 清空 对 清空 因为我们来要说什么 没有吃完就要抄课我了 所以一定要 全满汤 没有没有吃完就会死定了 很聪明 小朋友每天自动把菜盘清空 让杨瑞萍超有成就感 看起来只是短短一个小时的 午餐时间 背后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今年起假要做一个维修 所以像相关我要跟建筑师谈 就是说我地板将来 我排水 泄水坡度要大概多少 然后排水垢要怎么样子做 才不会有积水的问题 阿姨会有容易滑倒的问题 在学校有多重身份 是营养师也是采购专员 有时还得兼任空间设计师 最主要我们其实是要控制 控制温湿度 就是说你温湿度要在 像今天细子下 你看外面全部都是雾气 那很潮湿的话 整个像香菇它就会可能发霉 或会有一个质变的状况 孩子跟家长的这个新生 他们都希望能够吃一顿营养 然后吃一顿美味的午餐 所以营养师就非常重要 因为他非常专业 他知道要怎么去配置 你在前端你如果把学生教好 让他能够吃得健康 吃得均衡 然后有这样子的观念 然后养成这样的习惯 你将来那个健保费的支出 是不是可以减少很多 小朋友是一天一顿营养午餐 但对营养师来说是两千餐 戏指秀风活哨 共有两千多位学生 还不包含附近的偏乡小学 也是杨蕊萍的服务范围 在金山万里那个地方 他本身就没有营养师 只有一个午餐执行秘书 小朋友的营养需求 跟菜单的开吏 以及跟厂商之间的验收 怎么样子去订货 然后要怎么样子的规格 他可能就会遇到 比较多的困难 现在是40班以上才配营养师 所以很多小型学校是没有的 所以他也要肩负 就是要到别的学校 去担任这样一个 督导的角色 而不是光是一个学校卫生法 绑了一个40班 你想40班目前来讲的话 都是已经超过500人很多了 所以依照营养师法的话 你只要500人就应该要有营养师 现行学校普遍缺乏营养师 并不是人不够 而是根本没有开出职缺 全台湾拥有营养师证兆的人数 超过9000人 在学校服务的却只有400多位 偏向小学根本申请不到 像在韩国是只要你有学校 就会有营养师 跟现在的护理师很像 现在的护理师是 你只要有学校就会有护理师 好 请进 来 我看 好 我跟你讲这个没有关系知道吗 营养师我们没有 所以是由我的护理师来帮忙 支援这件事情 无条件的支援学校的 这个人力的不足 我们这里几乎都是外配 或者是单亲或者是折带 其实讲坦白话 他们吃不到这么好的食材 所以他们唯一比较好的一餐 就是学校的午餐 午餐这一块 刘宇萍是新竹县普和国小的护理师 半间教室就是他的工作空间 除了200位小朋友的身心健康要顾 还有200个家庭要关心 一开始会想要来学校 是想说要顾家庭 顾小孩 可是来了以后发现 怎么跟我想象的这么不一样 他们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吃的东西大概也是就吃饱而已 然后什么都没有才发现 原来学校是他们最大的支柱 护理师刘宇萍在家里没下厨过 在这里却学会煮大锅菜 用最少的资源做一顿小朋友最期待的阴阳午餐 一天三十七块 其实我们一天的午餐费只有六千三百多块 那对于一个菜商而言 它这个经济规模太小了 所以很多菜商 我们每一次招标都是罚人问金 所以三十七块对我们这种天香小题来说 其实很珍贵 而且就算多那两块钱也是很珍贵 补合国校学生不够经费不足 没办法申请营养师 一位厨工一天要处理两百多份营养午餐 只好动员全校来帮忙 因为如果不去帮忙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十二点准时开饭 所以我们学校人力很吃紧 人力不足大家都要去帮忙 有时候连校长也要去帮忙 并不会说因为不够营养师 所以学校才没有请营养师 而是说你有没有认同这个工作 应该有专业的营养师来做 把他吸引进来 对 就好像说你开了医院 但是你没有请有医生执照的人 来帮病人看病是不可以 目前正在推动的营养午餐专法 渴望降低营养师的配给门槛 我们虽然是念护理 也有修营养的学分 但是营养师他专责在这里 他一定会比我们专业 那小朋友一定会比我们 只有我们来更好 那或许可以降到20班以上 配置一个营养师 或者采取偏向几个小型的学校 他的班级数加起来 其实差不多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共聘的方式 来做一个把关 整合相关法规才能让学校的护理师 营养师回归专业 让资源平均分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